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到這個手套 他的手背上面呢 每一根手指背後都有筷子及吸管 並且在關節處都有可變電阻 這樣可以做到偵測到 患者的折彎角度的功能 並且在每一根手指的下面都有壓力感測器 進而感測到患者所使用的手按壓的力度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他後面牽了一些現代Arduino翻傷 並且透過藍牙無線傳輸 給這個機械手臂上的藍牙 這樣就可以在離手臂很遠的狀態下也能控制它 達成我們無線控制的效果 好 我們現在處理完這裡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手指目前的狀態 你可以發現這些是代表的 母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及小指 而這個長條圖則代表的是 你手指目前所移動的狀態 下面這個數字會讓這個長條圖做變換 也就是你手指實際移動狀況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 來確認你的手指是否達到你的圖表 這是我們的測試儀 我們將手上可變電阻的組織 傳入電腦並以圖表為樣式顯示 而做個比方就是 這就是我們母指的變化量 來母指移動 當母指移動的時候 它就會有變化量 其他手指也隨便移動 它就可以達到偵測到變化量的效果 來 進而使我們之後能控制機械手臂 開始 這就是我們的機械手臂 我們為什麼 我們先來談談這個機械手臂 它是使用Arduino 通過藍牙晶片以串列傳輸 輸送訊號 控制以伺服馬達組成的機械手臂 這個可以看到 它機械手臂是 以馬達轉動釣魚線 的方式來控制這些手臂 模擬真實手臂運作的方式 可以做出高精密的動作 比如 折彎 伸直 這邊 可以控制我們的Comp 來連接我們的手槽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會有角度、力道、完成度跟近日目標 只是目前 我們還沒有資料 所以近日目標那些都還不會上去 然後我們使用端 我們可以 設定我們的 一些 復健資料 日期 譬如我們要從 3月1號到3月3號 3天 然後這些補齒的角度 數字我就都先不調 那這是剛剛我們設定那位使用者 然後 我們可以按自動課程 這三天的課程都會出來 消 指的目標 我們也都 就是每天會群群見進 我再設定一個姓名 日期是3月5號到17號 然後 然後13天 然後數字也都不調 我們再自動課程一次 然後是成表 按 這個的話 我們這17天的課程都會出來 然後每天 都是照比例來 第一條 到2012年 開由 李克宗 李克宗 李克宗